本节目由天成移民留学独家特约播出 你刚才说了你是一个好强的性格 那你在新西兰生活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有遇到痛苦的事吗 有 每个人 有 这点是有很多 很多 对 对 记得有哪一件事让你现在能想起来 我记得有哪一件事让你现在能想起来 我记得就是实际上我是一个人在这边 那最痛苦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人说每逢佳节被失情 那我的亲人都在中国 所以当这种比如佳节的时候春节或者是中秋节 我都会满想念跟家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那种快乐 就是我在这边就没有 那因为新西兰朋友还是蛮多的 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生无可恋的那种感觉 因为生病了以后嘛就是 自己的体质也很弱 然后每天还要去医院接受治疗 然后回到家里面冷冷清清的也没有 没人照顾 没人照顾 没人做饭 对 这个时候就会 有的时候会想一想 哎呀 我当初怎么会来新西兰呢 就好像有这种 有这种 有反问自己 对 有反问自己 当时决定是否正确 对对对 但是病好了以后 活不乱跳了以后又好了 又觉得来对了 又可以就是跟大自然一接触了以后 然后就觉得这个还是很自愈的 我喜欢旅游 我喜欢去在这种跟大自然接触的这种活动 比如爬山啊 对 确实是 因为新西兰的自然风光非常好 所以很多人喜欢享受户外的生活 户外的运动 你刚刚讲到了一个爬山 你是有怎么去享受 我相信你爬山肯定很享受 新西兰的这个自然风光 对对 自然景色 你是怎么做的 我是喜欢去hiking 就是说背着这个十几公斤的 重的这种背带 就是很多人说那时候 挖钱买最瘦的事 对 我很享受 我很享受 当我就是在山里头 然后背着几天的食物 还有睡袋 然后走在那个云层里面 或者是走在这种雾层里 雾云 云木里面 然后看着这个植被的这种变化 因为有些它不同的这个层面 它有不同的这个植被 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这种树木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 真的很享受 很好 因为新西兰的这个云很低 对 它和好像就是说你伸手都 你走在山里头 都能抓得到似的感觉 你伸手都能抓得到 是的 对然后你就觉得好像五米远 两米远 你都能看到那个云 在翻来覆去的 然后就是云卷云 这个云开的那种那种画面 然后你就觉得你行走在这个自然里头 你就觉得自己的 人间仙境 自己的各种这种忧愁啊 困扰啊 焦虑啊 都是很不值得的 就是 这是个事儿 对 都不是个事儿 你走在这种大自然里头 你觉得你连尘埃都不是 这些大自然生存在这个环境里头 都几千年 几百年 新西兰没有几千年历史 几百年 可是他们依然就是 每一个植物 每一个石头 他们都有自己的这种美丽 那你作为一个人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是基督徒 上帝给你的东西也是最美的 你应该享受就是你现在拥有的这些东西 不要太焦虑 不要太过的或者是太多的这种欲望 不好的欲望 不要有太多的这些不好的欲望 就像这本书里面写到 有些人他这个欲望太强烈 他去追求一些不现实的东西 然后最后他的人生就变得很悲催 你刚才讲你是基督徒 你是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 我觉得跟这个人生经历可能有关 很多人是可能从小他家庭就有这个父母 或者是祖辈的这种影响 他就成为基督徒 有些是人生的这种经历 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 他忽然认识到这个人生不是由自己来控制的 就冥冥当中有一些东西 是好像给你已经制定了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规划的 我觉得我就属于这个后面的这一种 就是我刚来的时候 那我就去一个台湾人的一个教会 当时是觉得很无聊 周末的时候没事干 然后住的那个周围就有个教会 那我经常看到有些很多人到周日就去那个教会里头 那我就说 我也去听一下看看讲什么呀 那一开始是带着好奇这种心理去的 然后去了几次以后就慢慢的就被教会里头 他每次进去就是会唱赞美歌 然后呢听牧师的讲道 还有跟教会里面的这些众弟兄姊妹交流 忽然就觉得领悟了很多东西 然后就觉得我也要信就是信主 成为基督徒 对成为基督徒 而不是说的好像我碰到了什么大的灾难了以后 然后觉得我要靠一个人来拯救我 靠主靠神来拯救我 不是的 而是觉得在这个教会里头的这些姊妹啊 或者兄弟啊 就他们人都非常好 然后牧师讲的某些圣经里的故事 我觉得很触动我 这样 你每次去完回来会心情会很平静吗 就是会觉得有一些东西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这么一个人 对 刚才我们讲到了你是那个痛苦的事 一个人生病是最最最痛苦的 你没想过把你的父母移民来新西兰 那你如果说你要你想起来会感谢一个人 你会想到谁 感谢一个人 我觉得我的生活当中需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 我挺幸运的我每一步都能碰到贵人 比如我刚来找工作碰到贵人 然后我上大学 后来我工作完了以后 我又去读大学了 拿到身份以后我觉得我要把梅西的读完 商科的传媒 大众传媒管理学完 那我学完了以后我又碰到了贵人 给我引到了一个上市公司办的中文媒体 然后我又在中文媒体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又去了香港去经商 然后这里有写的 曾任香港主板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 听起来好正常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 实际上这个执行董事是不做公司 不管你公司的经营活动的 只是说当时公司需要一个人 他既懂新西兰的文化 然后又懂中国的经商文化 同时又了解原来 我刚才说上市公司他办的这张报纸 又了解上市公司当时的一个生意模式 他们当时在新西兰是做一个重大收购 那也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 公司需要这么一个人 然后把这些情况跟香港的一些金融机构 去沟通 然后去写一个就是叫做 禁止调查报告 所以你看你刚才讲的是你的工作了 但其实我觉得你的机会特别好 是的 所以你刚才每个阶段都有贵人 对的 对吧 你在这个你包括你刚才所说的 你去香港工作 在这里工作的时间 那你有没有从你的工作当中 或生活当中发现中西文化差异的 给你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中西文化差异 对我个人的感触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比较 就是内面 那西方人我觉得就是比较的自我 比较的就是承认自我的价值 中国人就是比较谦虚 哪怕自己就是很有能力 总是很很谦虚 不愿意就是在这种集体活动里头 然后表现自己的突出的这个才能 你有没有具体的事例 具体的事例 我觉得这很难说 就是说怎么讲呢 就是说比如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我们团队里头有中国人 也有这个外国人 对 那比如我们在讨论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中国人就不怎么发言 实际上 他们都有想法其实 对 但是私下呢 他们会把他们的一些想法跟我讲 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啊 你为什么在会上的时候不说出来呢 那老外呢 他在会上讨论的时候 他就会把他的想法全部说出来 那一说出来以后 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控制一个局面 然后因为只是他们在那说 对 那就会把这个会议的主题 就引到他们的话题方面去 那我的中国团队的这些 他们就会在私下里头跟我讲 然后再由我再去说 我就会经常鼓励他们一下 我说以后在会上 你要把这些情况说出来 并不代表你觉得不对 或者是你觉得对 你都应该说出来 这是你个人 这是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他们就有鼓励说 那我要说出来不对怎么办 我说没有对和不对 因为这个在会议上是大家一个讨论的过程 对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很好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想法 有时候不好意思讲出来 其实是应该是在 在刚才的时候 任何时候其实都应该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 但是这个是文化的差异 包括中国文化的这种给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一种感受 可能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好像很难突破 对 反正我挺觉得中国人 我们要更多的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 要更多的发出自己的声音 不管在任何一个场合 而且要相信自己 一定不要觉得说出来了 好像是说错了丢脸 我觉得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应该要克服这种 就是说我们不管在任何 因为我们其实华人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有 包括在这五部门等等 都有很多的 应该是刚才您说的这种应该是非常好的 时间非常的快 已经过了29分钟时间了 跟听你讲你的生活的故事 我觉得也非常好玩 所以在节目最后30秒 你还想说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我希望每一个在新西兰生活的人 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后能明确自己的目标 好好的享受新西兰的生活 不要像我这本书里面写的其他人的故事 把自己移民的目的定位错了 然后最后变得家里只散 清理只散 然后应该好好地享受新西兰美好的 这个大自然健康快乐 生活在这个美好的国家 好 如果要买这本书 我们新西兰华文书店微店里面有卖的吗 做个小广告 好 谢谢你们 谢谢天长台 谢谢你 谢谢方老师 谢谢方老师来到我家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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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